大家早 在昨天早上的時候的八點鐘 這今年的第二號颱風 在關島附近形成了 目前二號颱風珊瑚 距離我們臺灣有2300公里 不過你不用擔心它 因為它不會影響到我們臺灣 但是你今天要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外出活動 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因為溫度會更高 第二個戶外的紫外線指數 相對的會比昨天還要再更強 外出防曬工作也不能少 我們就來看看現在準備出門的戶外天氣了 先注意到天氣狀況 北部現在是晴時多雲 而到了中部地區跟南部地區天氣晴朗 現在的氣溫在中部以北是23度 到了南部現在是25度 而東半部地區呢 因為吹的是偏東風的關係 所以現在還是有些地形的雲層 在花蓮到台東之間 外島地區馬祖天氣晴朗 金門現在是晴時多雲 而到了澎湖天氣晴 炎熱的天氣 今天的溫度會比昨天大概在上升1到2度左右 所以你戶外活動 一定要多多的補充水分呢 我們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來看看現在這個2號颱風的位置囉 注意到台灣上空天氣晴朗 但是往我們的東方的海面看過去 大約在2300公里外 昨天早上我還提到這個熱地壓會有發展成為颱風 很快的 昨天的早上8點鐘 它就已經發展成為今年的第2號颱風了 颱風這麼早形成 不用覺得奇怪 因為最主要在於這個地區的海溫的部分 剛好這個關島這邊是颱風的故鄉 這個地方的海溫 因為已經接近赤道 通常海溫都是偏高的 倒是現在這個時候 空氣的溫度也都開始偏高 海溫的部分也都超過28度以上 所以這種熱帶擾動就很容易發展起來了 但是還好它沒有接近台灣 距離我們台灣還蠻遠的 那它未來會怎麼走 我們就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 注意到珊瑚輕度颱風 現在的暴風半徑150公里略為擴大 走的方向將會由西北的方向逐漸再轉北走 之後會轉北北東再轉東北 因為最主要在於說它逐漸再往西北的方向移動 會可以看到這條叫做封面 封面也就在我們氣象上面叫做巢線 這巢線逐漸的東移 會牽引著這個珊瑚颱風逐漸的轉北走 所以你如果在25號26號要前往日本的話 也不會受到颱風影響 有沒有看到颱風之後轉東北之後 大約在這個地區就會減弱消失了 因為最主要在日本東方的這邊太平洋的海溫的部分 比較高緯度海溫的部分其實還是比較偏低的 不利於這個颱風的發展 所以颱風就會逐漸的減弱消失 之後隨著封面帶逐漸的加速往東北的方向離去 那當然它距離日本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而我們台灣上空的天氣在今天的風向 將會由東風漸漸的轉為東南風上來 東南風上來更暖和的空氣進來了 溫度就更高了 比昨天大約再高個1到2度左右 戶外活動開始有點悶熱了 倒是這樣的好天氣在今天跟明天兩天 連塞巴喉都不會下 但是等到後天星期五的時候 風向是由南風漸漸的轉為偏西南風上來 這午後鎮雨在週五的時候 山區的部分開始就逐漸的要增多了 而到了禮拜六呢 整個都是西南風上來 為什麼禮拜六西南風 有沒有注意到北邊這裡有滯留封面囉 滯留封面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已經接近到華南了 我們剛好在封面前沿 吹著西南風之下呢 這個午後鎮雨 在星期六的下午以後會更明顯 所以呢你如果這個週休假期 週六安排出遊活動 在週六下午要注意的是午後鎮雨 但是啊到了禮拜天就不一樣囉 禮拜天這道滯留封面 將會逐漸的要接近臺灣上空 所以呢 週日的下午以後 西半部地區的降雨 就會逐漸的增多 週日開始就要受到封面的影響了 這道封面預估影響時間 兩天的時間 星期天星期一會影響我們臺灣上空 到了下禮拜二封面離開了 我們各地以天氣再度好轉 來看看今天的溫度了 先注意到外島地區的氣溫 在白天的時候馬祖還舒服 但是早晚有點涼 金門跟澎湖呢天氣晴朗之下 中午都有在二十八九度 不過要注意哦 這兩個地方的紫外線還蠻強的哦 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三十一 中部也在三十一度 南部可是到了三十二度 都比昨天的溫度再上升個一到兩度了 倒是東半部地區呢 在早晚的時候花蓮到台東 有些零星的地形性的降雨 小丁您提醒你兩件事情 最主要呢炎熱的天氣 記得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第二個呢外出活動 要特別注意防曬 更多